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10月21号礼拜四 我们新眼光读经的进度 来到以西节书的第五章 一到十七节 我要用现代中文一本圣经 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以西节书第五章 上主说必朽的人 你要拿一把利剑当作剃刀 刮你的胡子 剃你的头发 把虚发放在天平上秤 然后分成三堆 曾被围困的日子满了 以后你要拿三分之一的虚发 在城里烧 拿令三分之一到城外 边走边剁碎 又拿剩下的三分之一 撒在空中让风吹散 我要用我的剑去追赶 你要留下几根头发 用你的衣角包上 然后拿几根出来 放在火里烧 火要从这几根头发 蔓延到以色列全国 至高的上主说 这就是耶路撒冷 我要把它放在世界的中心 让列国环绕他 但是耶路撒冷违背了我的诫命 比列国更邪恶 比邻国更悖逆 耶路撒冷不守我的诫命 弃绝我的法律 所以耶路撒冷啊 你要听我至高上主所说的话 你不守我的诫命 弃绝我的法律 随从列国的风俗习惯 为自己招惹了比邻国更多的麻烦 因此我至高上主宣布 我要敌对你 我要在列国面前审判你 因为你做的事都是我所震恨的 所以我要惩罚你 我从没有这样惩罚过你 以后也不再这样惩罚你 结果在耶路撒冷 父母要吃儿女 儿女要吃父母 我要惩罚你 把侥幸残存之名 也驱散到各地去 所以我至高的上主 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发誓 你既然做出可憎恨 可厌恶的事 来玷污我的圣殿 我将毫不留情地歼灭你 三分之一的人民 要在城里病死 饿死 另三分之一要在城外 被刀剑杀死 我要把剩下的三分之一 驱散到四方 用我的剑追赶他们 我要把所有的愤怒 倾倒在你身上 到尽为止才满足 这样你就知道 因为你的不忠 促怒了我 我上主曾经对你说的这话 灵国的人民经过那里 都要嘲笑你 远避你 当我发怒重重地惩罚你的时候 你的灵国都要震惊 他们看见了这可怕的景象 就厌恶你 讥讽你 我要断绝你的粮食 叫你挨饿 使你经历饥饿和痛苦 好像锐利的剑杀灭你 我要以饥荒和野兽 消灭你的儿女 又以瘟疫暴行和战争杀害你 我上主这样宣布了 今天我们读 以希杰书的第五章 我们知道以希杰他是一个先知 而他出生在祭司的家庭 所以他是有双重的身份 就是他是先知 他也是祭司 也因此他的很多的预言 很多的意象 都是跟圣殿有关系的 以希杰先知大概是跟耶利米先知 同一时期的先知 他服侍 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 以希杰先知那个时候 当时候是在南国犹大 约亚经作王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约亚经作王的时候 结果南国的犹大 就被巴比伦帝国侵犯 被他们毁灭 然后被掳到外邦 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奴隶 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国入侵 我们看到整个圣殿被拆毁 家园被大大的破坏 整个耶路撒冷城可以说是被 移为平地 非常的惨烈 以希杰先知 他的服侍大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 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之前 尚未毁灭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不断地告诫以色列人 耶路撒冷圣殿将要被毁灭掉了 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充满罪恶 充满暴力的城市 他们的百姓不公不义 没有慈悲怜悯 而且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伤害 互相的欺骗 互相的击杀 它是一个没有慈悲怜悯的一个城市 因为众人都离弃了耶和华上帝的律法诫命 第二个阶段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 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灭 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移为平地 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 这个是以希杰先师服事的第二个阶段 他在这个时刻 他却宣布说 虽然我们已经被毁灭了 我们已经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奴隶了 但是他宣布说 上帝仍然要拯救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能够结束被掳为奴的生活 上帝会释放他们 使他们能够回归到故乡耶路撒冷 来重建家园 来重建圣殿 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以希杰书第五章 其实从第四章开始到第五章 以希杰先知他就用一些很奇特的象征 那种异象 他看到很奇特的异象 他来宣告耶路撒冷城 即将受到巴比伦帝国的围攻 他们即将受到毁灭 我们特别看第五章的第一节 他说上主说 必朽的人 你要拿一把利剑当做剃刀 刮你的胡子 剃你的头发 然后把这些虚法放在天秤上秤 然后把它分为三主 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刮胡子剃头发对希伯来人来讲 那个是他们属于哀伤当中 他们属于痛苦当中的一个表现 一个记号 所以这个异象当中看见说 第二节说 你要把这些剃下来的胡须跟头发 分为三分之一 分为三等份 第一等份三分之一 这个虚法要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烧 第二个三分之一 要把它带到城外去 然后边走把它边剁碎 第三个三分之一的虚法 就要洒在空中 任风吹散 但是上帝的剑 要去追赶这些虚法 第一个三分之一 在城里烧表示什么 从第十二节开始就有说明 这些三分之一表示人民在城里 他们会饿死会病死 因为他们被巴比伦帝国围攻 围困在城里面 会死了三分之一的百姓 而另外第二个三分之一的百姓 他们会在城外 当他们逃出城外的时候 他们会被敌国的刀剑 把它给杀死 然后第三个三分之一 就是把它撒在空中 表示这些三分之一的百姓 会被驱散到四方 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帝国 做巴比伦帝国的奴才 同时上帝的刀剑 也要继续追赶他们 意思就是说 他们要继续活在那种灾病 痛苦的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遭到上帝重重刑罚的原因 从这一段圣经来讲 就是第一个 他们对上帝不忠 他们跑去崇拜 摩拜外邦的偶像神明 他们随从外邦的 不良的风俗习惯 第二个 他们遭到上帝重重刑罚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真理诫命 结果他们就破坏了 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些关系被破坏 被破坏 被伤害 我们知道圣经 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真的就是我们一块很明亮的镜子 我们照镜子的目的 就是要把不对不好的地方 给侨证过来 好不好 让我们开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发现 我们真的需要 从这面以色列的镜子 回来照我们自己 好不好 让我们做一个 能够忠心敬拜上帝的基督徒 我们切实来遵守上帝的真理命令 我们对上帝忠心 好好来做他所使用的人 那么上帝就会继续施恩保护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一生当中 都有上帝的同在 都有上帝的平安 都有上帝的能力 不断的充满我们 不断的复辟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 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 主啊 是的 看到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对上帝不忠 他们不听上帝的真理命令 以至于他们惨遭恒祸 他们被外邦的帝国 掳去做他们的努力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好好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成为我们好的借尽 让我们成为一个对上帝忠心 对上帝敬拜的子民 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的道路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那么你的恩典 你的慈悲 你的应许就常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盼望 求你这句话 能够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 成为我们的帮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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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